哈喽大家好我是顾燕 那前段时间我换了一台新手机来玩手游的英雄联盟 游戏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感觉卡卡的呢 然后一看右双角的帧率60fps 赶紧开到了90Hz刷新率 这就流畅多了 我用的新手机可以支持到120Hz的刷新率 开起来之后就很丝滑了 不光是手机游戏在电脑上玩游戏也是这样的 保健大家玩CSGO英雄联盟 用的电脑好像都比较一般 在60Hz刷新率下也能玩得很开心的 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画面是掉针的有脱颖的 当你用过高刷新率高响应速度的显示器之后 你就会发现打开了新世界 然而自己一直都玩的游戏可以这么丝滑流畅 要是早一点用上这么好的机器 说不定段位就提升了不少了呢 今天开箱这台显示器就是在刷新率和响应速度 都非常挖赛的OLED显示器 爱工A-276QZD 怎么样这台显示器的外观你觉得好看吗 满分五分的话你会给这台显示器打几分呢 第一眼看上去比较宇宙不同呢 是这个底座 那它不规则的几何形状 有一点不集合个性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显示器外观看上去 都是一个样 细节有点区别而已 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之后再说 接下来说到它最大的卖点 A-276QZD在爱工的产品线里面是第六代超级电器 用的是LG Display的AM OLED屏 LW270 AHQ ERGR 2K分辨率 240Hz刷新率 这块面板是比较新的 2022开量产的 目前各家高端OLED显示器用的都应该是这块面板 既然是LG新的OLED面板 大家应该猜到这个显示器的价格不便宜了吧 目前用这一块面板呢都是各家高端游戏显示器 普遍呢都是4800到6000这个价位 那这一台爱工A-276QZD折后价呢也要5999 劝劝劝对 告辞了 是我不配的 等一下 走之前能不能留下各位的硬币和点赞再走啊 其实不光是高刷新率高响应这个特点 这台OLED显示器是原生10比特面板 这个特征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对于一个想要一个好的游戏显示器 然后又要求显示器要非常高的色彩数字的人来说 原生10比特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这台显示器我们测出的SRGB色域覆盖呢是99% V3P3色域覆盖呢是94% 色准德塔E的平均值呢是0.08 那这三个指标是真的非常好了 第二个我们要来说说它的刷新率 240Hz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是够够的了 那360Hz的显示器我们也测过 我个人是能感觉到从140Hz到240Hz 是能感觉到流畅增加的 240Hz到360Hz就不那么明显了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大家买游戏显示器买240Hz 比较实在一点哦 那这台显示器呢除了具备240Hz的刷新 它有个Visa Clear MR Tail认证 比如你在游戏里面快速转头甩枪 或者是在赛车这样的游戏里速度起来了 那这个画面呢会比较清晰 同步技术方面 AM的AdaptiSync和NVIDIA的G-Sync都支持 所以也不用担心画面有撕裂的问题 相对于Lide背光的IPS面板游戏显示器 OLED显示器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响应时间 大部分FAST的IPS面板呢都会标注夜镜面板 响应速度呢是5毫秒 但是实际响应速度还受到显卡等其他因素影响 最好的游戏显示器响应大多数呢是在6到8毫秒 OLED面板因为是自发光无需像液晶面板那样 需要偏转液晶分子 所以它可以做到很高的响应 这台显示器厂商标注的面板 响应速度呢是0.1毫秒TTG 就算是加上前看的因素 这台显示器的响应时间应该也是在5毫秒以下的响应 那OLED的色彩这么好 响应和刷新都那么好 是不是没有缺点呢 大家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烧屏 爱工AJ276QZD的尺寸呢是27英寸 实际显示范围呢是26.5英寸 屏幕的四周呢都会预留一些空白像素 你用的时候呢画面就会在这几个预留范围内 哪一几个像素 以此来防止烧屏 这个技术听上去很先进 但是我对它的作用持怀疑太多 比如说我经常看画面里有一些什么 嗯这么个红色色块 你的像素位一来位一去 中间这个区域是周围显示红色的 那这一部分连续这么一直显示 它会不会烧呢 诶 这是能说的吗 这能讨论吗 另外一个呢是亮度 现在miniLED显示器亮度已经很高了 OLED的亮度相对来说弱了一点 不过即便是亮度不是很高 由于OLED屏幕在显示器黑色的时候不发光 这给它带来了很高的对比度 SDR模式下测试亮度为287.3nit 配上只有0.04nit 对比度呢是6840比1 看上去黑色非常的干净通透 不会像一般夜间面板那样黑色总是有点露光发挥的问题 SDR模式下测试的分值亮度呢可以达到600nit 一般来说室内用显示器稳定在300nit已经很亮了 但是如果你要玩HDR的游戏 看HDR的电影亮度更高会更好一点 它这个屏幕玻璃上有AGLI防眩光技术 防止反光这也是一个优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显示器的一些设计和外观 那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呢还是比较有游戏饭的 这个支架的线条感啊非常的灵力很好看 它这个背面线条呢也很有游戏味 还有LideFX灯光系统 RGB灯呢是有几种灯效的 还可以在OSD菜单里面关掉的 OSD菜单呢用的是这个五项摇杆按键 你也可以装一个软件来进行OSD菜单设置 这个支架设计的不错 还有一个折角的设计 让显示器的重心刚好落在这个底座的中心 这样的设计应该是为了节省底座的面积 从侧面看这个有折角的支架 和这个比较窄的屏幕边框 看起来很有识别度 显示器支架支持高度扬幅旋转条件 支架上有收线槽和耳机挂钩设计 这个还是挺少见的 那接口方面呢中规中矩 两个DP1.4口 两个HDMI口 两个USB3.2进WAN接口 一个音频口 如果你预算比较多 那这一台240赫兹刷新 0.1毫秒响应 10比特色帧 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我觉得它的缺点呢 第一个呢是OLED烧屏的风险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会烧 什么时候之后再烧 这个还有待验证 用过OLED显示器的网友 也可以上来分享一下 你的显示器用了多久 有没有烧屏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觉得这个显示器 6K的价格 感觉是有点高 但是高端的IPS显示器 也要买34000一台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意的一些东西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并不是问题 电脑横外是好一点 能够让自己在游戏里 有高那么一点点的胜率 那投入的成本和烧屏的风险 与获得的胜率相比 好像也算不掉什么了 好啦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给小顾多多点赞评论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OLED显示器的 那显示效果是真的好 希望它的价格也能早一点下来 大家能早点用上又好又便宜的 OLED显示器 记得关注数码公众账号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见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